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美國想讓日本人加入他的計劃搶先登月 但中國的月球大計比美國的計劃龐大得多 英國BBC記者質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雙重標準 令他口啞啞 而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就說 美國指責中國向俄斯提供零件 但自己就向以色列送武器 巴爾戰爭持續 全美高校爆發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 反戰聲音高漲 近日一段英國廣播公司BBC女記者 迫問布林肯的短片在網上瘋傳 顯示西方記者都頂不住 美國力撐以色列打仗的態度 布林肯早前出訪中國的時候 接受英國BBC女記者訪問 記者問布林肯你拒絕中國提出 給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其實在談論巴爾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時候 美國是否應該聽聽其他國家對中東問題的意見呢? 布林肯就回答說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沒有提出很多方案 女記者見布林肯不斷講歷史 就打斷了她的話 追問說目前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中 美國是否應該聽聽其他國家的意見呢? 布林肯就回答 美國的立場是 但是不會接受不能產生任何結果的行動 言下之意的是 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 是不會有任何結果 女記者又問 在加沙有極其嚴重的人命損失 連續來中國訪問 中國就將你描述成為偽君子 你要求中國停止向俄羅斯出售零件 都不是指武器只是零件也不行 但美國自己就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這些做法正在損害美國的信譽 不單在中國 在全世界也都損害了美國的信譽 布林肯繼續問非所答地說 一些陳康濫調 說說到以色列問題 美國的立場很明確 他們希望確保以色列有能力保護自己 這段影片流傳就成為取笑布林肯的題材 美國國內也有不少反戰聲音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 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和白宮喊話 他說不要侮辱美國人的智商 不要利用反猶太主義這種說法轉移注意力 這些事情也在中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的注意 12月18日他在社交平台X上面發佈多條圖文 並援引美國參議員桑德斯說 不要侮辱美國人智商這些說話 華春瑩轉發美國高校多個現場衝突的畫面 並且發問說 還記得當這些抗議活動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美國官員是如何反應的呢? 他隨後就發佈兩組照片 加沙巴勒斯坦兒童和美國德州大學抗議活動中 被捕女生回眸瞬間 說美國德州被捕的抗議者有憤怒的哭音 而加沙的母親抱著小孩的遺體 就流露出難以言喻的悲傷 華春瑩說不要誤會呼籲停火和結束殺戮 並不等同於反猶太主義 不竟每個人的生命同樣寶貴 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 華春瑩還提到桑德斯的另一場發言內容 桑德斯說我們正在教唆殺威巴勒斯坦人民 華春瑩提到美國BBC記者採訪布林肯時的質問 你說中國在俄羅斯提供零報件 但美國正在提供武器 華春瑩對此表示 這是一個好問題 美國指責中國通過提供零報件 為俄羅斯起撲蘭的持續行動提供便利 華春瑩做質問 事實上美國提供的武器和軍事援助 不是正在延長袈裟的悲劇嗎? 並且對袈裟地帶三萬四千個人喪生 他們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以及七萬七千多人受傷 負有部分責任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以色列進軍袈裟帶來的人道災難 連美西方的精英和傳媒都頂不住 第二,美國不讓中國向俄羅斯提供一顆螺絲 自己還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炸彈 那怎能讓人舒服呢? 第三,華春瑩完全答不到BBC內記者的問題 美國這種偽君子作為 在全世界都損害了信譽 另外想說說美日的太空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四月上旬在白官會晤 考定了大約七十項防務合作協定 拜登還在記者會上宣布 兩個日本太空人將會參加美日未來的登月任務 美方的目標是讓其中一人 成為首位月球上的非美國人 根據《南華早報》四月十九日報道 說根據拜登和岸田文雄一百公宣布的計劃 日本和美國將會合作在2028年 將一個日本太空人送上月球 並在2032年將第二個日本太空人送上月球 分析人士說美日兩國都打算堅持這個時間表 是想防止中國在2028年之前讓中國太空人登上月球 從而取得宣傳方面的成功 南華早報引述一個日方人士說 美日這個合作由於當年的阿波羅計劃的升級版 是想讓日本人搶在中國太空人之前登月 從而取得宣傳戰的勝利 否則這樣就會增加中國人對自身太空實力的自豪感 並將相信自己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 不過分析人士也警告說 美日的合作計劃可能會促使中國加速它的登月專案 以求在太空領域裡戰勝競爭對手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尼爾森 4月17日出席美國眾議院明年預算案的聽證會上表示 中美實際上正進行一場競賽 美國應該在中國之前登月成功 因為他擔心如果中國率先登月 美國就可能會被迫排除出去 博生社說 美國主導重返月球的計劃阿爾提尼斯計劃 在2022年啟動 阿爾提尼斯1號的任務已經成功實現無人擾越飛行的測試 但由於載人航天器等次被開發 頻頻遇遇到挫折 美國載人登月的時間表多次被推遲 NASA宣布將原定2024年進行的阿爾提尼斯2號載人擾越飛行的任務 推遲到2025年9月 在阿爾提尼斯2號的任務當中 應該有三個美國太空人和一個加拿大太空人 將它擾越飛行 但他們就不會在月球表面著陸 另外 美國也將原定2025年的阿爾提尼斯3號載人登月任務 推遲到2028年 在美國重返月球的同時 我國的載人登月計劃也穩步推進 去年5月29日 在神州16日載人飛行任務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國載人航太工程新聞發言人林西強說 我的計劃在2030年前 設定中國人首次登月球的任務 其實中國月球科研集合計劃極富紅心 與中國有太空合作的俄羅斯掌握了一些情況 俄羅斯自由媒體網刊登台為中國章七巨資將太空人送上月球的報導 報導說 中國主力打造的國際月球科研站似乎已經成為韓太史上最具紅心的項目 已經有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多國國家加入這個專案 中國為了保障月球基地的建設 正在研製可以讓人類上近地軌道以外空間的長征10號運載火箭 長征10號運載火箭高度大約92米 奔月軌道的運載能力達到27噸 中國已經開始積極籌備建造月球基地 發射了用於地月通訊的雀橋2號中繼星 與它一起升空的天都1號、天都2號通道技術試驗星 將它為整個雀橋衛星群的部署打前站 而這個衛星群終於有助於建設月球的導航和通訊系統 可以想像中國太空人很快就在月球表面 使用類似全球定位系統的服務 中國還將會發射多個常惡探測器 常惡探測器將會抵達月球 並且將月球背面的月亮樣本帶回地球 常惡6號將會重複常惡5號在2020年取得的成功 常惡5號當年將近2公斤的月球樣本帶回地球 儘管這個數量看上來不多 但人們在當中發現了全新的礦物常惡石 以及可用於核聚變 並且為未來月球基地提供能源的海3 同於地球上不同 海3在月球上分配於月氧表層 即是風化層而不在空氣當中 因此很容易開採 據估算單在月海之內包含大量的海3 價值可以高達數百億美元 這些海3還要確保為整個地球提供4個月的電能 中央會打造一個大型的月球基地 俄斯聯邦太空總署署長波瑞索夫曾經說 俄斯和中國正在考慮從2033到2035年 在月球上建造一座核電廠 這個建設讓人類有一天可能在月球上建造定居點 而中國的月球基地要它終於實現無人化運作 以2035年後就可以住人 階時基地所需的能源 將通過清潔的方式開採 例如核電 而月球車會從基地出發 行駛到月球表面採集礦物樣本 對樣本的研究同樣無需送回地球 就可以當地進行 既當內的科學家可以獨立研究月球 他們其中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尋石坑尋找冰 預計中國的月球基地的建造 將它借助3D列印技術 也就是說無需從地球運送昂貴的零部件 建造者會月球表面 將整個基地一步一步打印出來 如同現在中國採取特殊材物 列印高強度的房屋一樣 這還不是中國計劃的全部 中國探望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 接受採訪時曾表示 中國還打算向太陽系邊緣發射研究探測器 向木星和天王星發射探測器 並且在未來15年實現火星採樣返回 根據中國的航太計劃 在建立月球基地之後的目標 會包括建立火星基地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美國叫兩個日本太空人 參加美國未來的登月任務 想令其中一個人早過中國登月 借此讓日本超過中國 這個想法其實相當天真 問題是美國是否真的能夠成功登月才說 第二,俄羅斯反而透底 說中國的月球科研站計劃極富洪心 會在月球建設大型基地 開發能源海三、建核電站 提供基地的能源 長遠搞完月球基地之後 還會搞火星基地 另外,在十一台時報評 我會講到 拜登選情再受衝擊 美國的高校反戰抗伊朗潮並未放緩 高校之內 親巴勒斯坦和親以色兩派示威者 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歡迎訂戶到十一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六語人金融hi-ti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